好久没有用过针线了 这现在技术肯定生疏了 你先看看你那裤哪坏了 展示一下 就是它松紧袋的地方 这边 现在大概有三四十公分左右线团脱了 咱再买一个 我已经基本告别蓝坛了 这就不需要穿好看裤子 我有个问题 比如说我这缝缝缝缝完之后 我再一剪 那这个线不就没用了 没关系 咱这多少年不就用这一回吗 现在要把这个东西的结构研究清楚 你知道吗 不能够就是轻易的下笔 像写作文的时候 你要先审计 构思 打好复稿 然后你写的时候 我跟你说就会 纹丝如泉涌 下笔如有神 两条线都断了 两排 这是我腰这么粗吗 我只要红上面那排就行了 对不对 说的像我明白你那干啥是 不要记得多年不来 这个就是没办法手艺确实生疏 这个我20年前自己给自己补袜子的时候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20年前 可能还在吃奶呢 甚至我跟你说 还没出生的都有 咱的观众群体很素 咱的观众群体 异常单纯 有一天我一看 什么近多少天 浏览了百分之百 是18到24岁之间 百分之百是女生 都是被你吸引来的 我这已经乱七八糟了 咱再买一个网 我这高手是应该怎么说的 因为我这缝上就是快速的穿针引线 就这样 然后 看的是暗线 那个缝线它在里面 它不不扎出来 你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是吗 你对我要求太高了 我对你没有要求 我现在想让你把这裤扔了 再买个新的 你的裤穿多少年了 这个裤子 应该是咱俩那些 就是钱买的 因为你觉得它很丑 没有我觉得它配不上你 你过于好看 我估计以你在TJMAX买衣服的 这个感觉的裤不能超过三十 纠缠了纠缠了 就像我们的命运一样 三生三世 说的像你知道那人家电视剧里演的啥 我说的是凌俊杰的歌 缘分写在三生十上呢 这认真的男人最美丽了 你看这英俊的侧脸 坐着这么秀气的活的时候 就是专注 你说这个东西跟那个 你知道这种工作跟什么相似吗 就是说比如说在调节激光的时候 当你要把光戳在自己下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有顶边吗 咱家没有顶边吗 你这怎么用我都不会 别说那没用的 你刚想说什么来着 对 调节激光的时候我跟你说 你要把一束 大概直径是一毫米左右的光 怼进光纤里 光纤的孔径 大概是一微米 这是怎么做的 这太神奇了 你相当于在一个空间里去找 这个一维米的洞 太难了 而且不光是空间中二维的寻找这个洞 还有第三个维度 就是你这个入射的角度也得对 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感觉缝完之后好像不太搞错 天哪 我有种感觉 缝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扔了 你会生我的气吗 我不说怕 因为你刚才说 让我别说那些没有用 你说了啥 我忘了 反正你跟我说 让我别说那些没有用 所以我生气了 太完了 那我也记不住 没事 有视频 什么东西 激光什么的 我现在跟你吵架 我老是忘了 你惹我啥生气 搞得我像无理取闹一样 而且经常咱俩吵架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 因为你说了啥 然后你说 可是是你先说了啥啥啥啥 然后我就根本不记得我说那个话 然后我就输了 没有输 然后就一笑名恩成 这才是爱情的本质 我就应该以后每次吵架都录上 因为我一直无法确定 你控告我的那句话 我控告你 到底说没说 但你说的像那么回事似的 然后我也感觉 像是你说的话 对 我这逢个老师的 看我脑门上的汗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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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这个结档是松的 这裤最后最脆弱的一环 不会是这个扣的 是吗 你玩着玩着 完了你就是死心了 你再也不张了缝着玩 再也可以把它扔了 没有可以当麻布 麻布 哇听看吗 还剩了 不是我这边先炸了 有个穿的时候小心点 炸了两根线 问题不大 不一定要使用 拜拜